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的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恐怖電影真實上演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公開 遇過最離奇的送醫理由 好辣軍團遇過哪些超恐怖危機呢 吃飯的小公司張文綺 謝謝 恭喜一下 我們大時代要帶東昇波老 是的 我們今天是來宣傳的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好像七點半要鎖見東昇的大時代 沒錯 看完就可以接好了 對 那今年還看得到亞棠 那看到我大概是明年 是 不管哪一年 東昇算是有良心 真的 不買韓劇也不買錄劇 韓劇就對了 對 這樣就對了 支持我們大家 那我們也要靠你們好好護航一下 好 一定 大時代大家準時收看 謝謝瓜哥 謝謝 今天要討論什麼 好 今天瓜哥 你們不覺得有時候我們電影 情節裡面裡頭眼的故事 都非常的就是 誇張 他們覺得他這樣子也可以 像有一個女主角啊 那樣走在馬路上 一個男生千驚一乏之下 把這個女生神救援救起來了 那有這麼剛好的事情 這不就是姓美跟附身嗎 這剛好是我們的內心 對啊 怎麼這麼這麼巧 不是 其實人 這個不能說誇張 因為人生每天 從你起床眼睛一睜開 你就不知道今天這命是如何的 對 你可能早一 早五分鐘出門 躲過一節 可能是早五分鐘 剛好已經上那一節 對 你不覺得 只是你明明之中度過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 都要感謝 老天爺還要讓我們活著 真的 真的 對 你看那個電影 不用感謝 瓜哥是老天爺 瓜哥 讚看瓜哥 我看那絕命終結站拍的戲裡面 絕對是每個人發生的故事 才串連起來 是 所以這個我們今天來看看 我們今天主題探的是 恐怖危機請看 竟然有人因為這樣的送醫 電影情節是真的 巧合意外 恐致命 我自己親生十幾年前的經歷 然後就是從那個晚上八九點的時候 搭客運 然後從那個台北要到台中去開醫學會 然後結果突然間就有一點半夢半醒的時候 突然一聲很大聲 然後你就看到 因為我們那個車禍是大概七台車的連環車禍 那我搭的客運 那一個剛好前面跟著是一台連結車載滿的鋼筋 然後撞上去的時候整個插進來 那因為剛好晚上八九點 大家還沒有真的就是完全睡著 所以進來的那一瞬間 其實大家每個閃的大家都有閃開 那我心中的第一個反應是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因為那時候的遊覽車 突然間瞬間整個斷電 那斷電本來想說坐在那邊 就給它等大家來救援 問題是它插進來之後 它一直冒出噼噼噼噼噼噼噼火花 然後所以不曉得是不是剛今天有插到底盤 所以就很怕說突然間起火爆炸 然後變成大家就拚命的要把車窗擊破 那因為那十幾年前車窗擊破器沒有那麼盛行 不像現在交流超變變 對 現在所以大家就有硬的東西 什麼就亂敲亂打這樣子 打到有的人手都整個被割離割到流血 那因為你要跳下去那個客運的高度 其實又比一般的公車高很多 所以其實是不容易跳下去 所以在跳下去的過程也有很多人受傷 那你又可以看到很多人性的那一面 因為人跳下去了 可是你會發現有個小孩竟然在座位上 然後家長不見了 那你那時候就考慮你到底是要跟著下去 要救不救 可是你也是還是要先把它抱到窗邊 讓人家去接嘛 後來下去之後 因為我自己後來跳下去之後 腳踝也有滿厲害的一個扭傷 可是因為是整個連環車禍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有在問說 現場有沒有醫療的人 因為後面有一部小科的車是撞到我們後面的 那一個人是有一點意識不清 然後他肚子插著一個鐵片在那邊 然後還在那邊腎血 所以我們也只能幫忙維繫呼吸道 然後就是去壓迫止血 可是說真的因為那時候就即便自己是醫療人員 可是你根本沒有任何器具 沒有任何藥物 你就是只能幫大家做簡單的一個止血的事情 然後其他就只能等待救援單位來這樣子 所以意外來的時候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聽起來絕對不誇張 親自 對不對 有一天就是119就說送一個車禍的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人 他其實來到急診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 然後他穿著那個售貨員的衣服 我們就趕快把衣服解開來 很難解 因為他的手 光是手背可能就好幾截 就是變成就是好像那個 五折 對 好幾截 這邊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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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光是幫他拉的時候都對好幾截 頭骨也破 然後眼睛 臉看不出來是他的臉 然後肋骨也斷 然後骨盆腔也斷 腿也斷這樣子 對 怎麼會弄成這樣 那時候我們是先急救 然後還是救不回來 他是被別台車撞的嗎 他是被自己的車撞的 就是他是送貨員嘛 然後他剛好就停在斜坡 然後所以貨車的頭在這邊 尾巴在這裡 他到後面去打開的時候 這個車子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整個往後 然後他就被捲 被壓 被滾了 天啊 對 然後一直下到那個斜坡的下面 手煞車 手煞車 就是手煞車沒有拉 有時候一時的疏忽 真的是會造成很多 對 可能手煞車就算你有拉 有的手煞車也失靈 對 對不對 舊車的話 對 要保養 不過他時間 你看 他在下車的時候 其實車就應該要滑 可是他下車 走到後面拿東西才開始滑 對 所以這個時間點 是命中注定 我不覺得他沒有拉手煞車 可能手煞車是失靈的 這個感覺很像 我們那個仙床有沒有 我們要先上去 可能他會有一個壓力在 可是他不知道那個裸是鬆了 他人要下去拿東西的時候 不然怎麼是鬆了 然後壓到他在他身上 對 之前就有這個案例 所以這電影拍得不會誇張 就是你發生這件事情 這邊都針對張文綺剛剛講的誇張 對 琢磨 對 就是我大一的時候 那時候在放暑假 所以有機會跟鄰居的小朋友玩 他那時候才一歲多 是一個小嬰兒 所以我們用四足跪姿的方式 在地板玩 然後他就是一個抬頭撞到我這邊 就一個小嬰兒撞到 根本不會痛啊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過了大概不到一個禮拜 我有一天睡醒 嘴巴就打不開了 連一指的寬度都沒有 就是完全打不開 沒辦法吃飯 我那時候還沒有聯想到 是小朋友撞我的 然後就是爸媽就很緊張 因為準備要開學了 然後就想說趕快帶去看醫生 先看國術館 因為想說打不開 那就去讓人家喬 把它喬到打開這樣 然後我們看了非常多間 一間一間換 都弄不好 然後後來看到有一間 國術館最誇張 就是 他就是用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的方式 就是有兩個附件事 一個是這樣壓 就很用力壓你的頭 已經快痛死了 他還要這樣 整個要把它扳開 真的超痛 我痛到眼淚就是用噴的 然後我爸看不下去 因為已經看非常多 他就說停停停 不要再醫了 就這樣 然後我們就走 然後走了之後 我爸就跟我媽說 我們改看西醫好了 中醫給你弄不好 那我們就改成去看骨科 那骨科就看一看 他也沒有照X光 他就說這個不是 我這個科別的問題 你轉整好 你轉去那個 我們第一次聽到這個科別的名字 然後後來去了 口腔二面外科之後 醫生第一個 就先幫我照牙齒的X光 想說到底為什麼牙齒會打不開 那照了之後才發現 你這裡 我只不過是被一個小嬰兒 輕輕地碰到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 就是一種巧合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被撞然後就骨折了 那骨折 可是我這裡還有一點點 就是紅紅種種的 摸下去有點軟軟 彈不回來 就是怪怪 醫生覺得你這裡也是怪怪的 不然我們來個切片好了 他就是這裡挖個洞 然後去化驗 下次回診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這個是 蜂窩性主織炎 你因為骨折 然後中間又被喬 被怎麼樣弄 被整活很久 然後就變成蜂窩性主織炎 還好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 我就開藥給你吃 然後搭配你 就是做嘴巴一點復健的動作 然後漸漸漸漸 大概一兩個月 才就是從一指 兩指 然後恢復到四指的那個 搖喉的寬度 一指 兩指 兩指 身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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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叫你拉眉直呼吸嗎 沒有 可是你當時吃飯 你就吃液體 我那時候就只能把那個 然後塞進去 然後用吸的 因為打不開 所以就不能吃硬的 就吃地體流脂的麥片 你看隨便小孩一撞到你 不以為意 其實我們竟然會這麼嚴重 想因而已 沒有想到會這麼嚴重 像我們自己 以前在急診室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有一個 小孩子十個月送進來 但是他送進來的時候 其實是開始急救的狀態了 但是所有在旁邊急救的 不管是醫生還是護理人員 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他身上那個味道就是 嘔吐物 酸臭的味道 但是又比起以前 我們遇過的不大一樣 後來急救完 稍微回復一點點呼吸心跳 我們稍微去問一下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才知道 他這個孩子十個月大 然後他們家裡面 在開小吃店 他把這個孩子 擺在學步車上面 然後小孩子 東滑西滑 桌上的東西也拿不到 好像還滿安全的 結果媽媽出去外面 招呼客人的時候 這孩子一滑 他們最後面有一個那個 噴桶 他就撞到那個噴桶 就 那媽媽可能在外面 招呼了一段時間 進來就發現那個孩子 是腳朝上面 然後完全都不動 趕快把他抓出來 嘴巴裡面全部都是那個 噴桶的收水 然後全身上面的衣服也都是 然後趕快 趕快爸爸就抱了他 趕快叫計程車 然後整個來都已經 呼吸心跳都沒有了 然後好不容易回復一點點 呼吸心跳 結果送家戶病房 在兩三天內 那個肺炎 吸露性肺炎 因為那個吸露的東西 非常髒非常臭 然後也是死亡 嗯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